又是一款目光师傅不容错过的好工具 博士国内首款理电无刷轨道具 GKT18V-52GC 匈牙利早 目前呢 3000多就能买到裸机 而且它还是博士最顶级的特霸系列工具 拥有强劲的性能 舒适的操控和全面的安全防护三大特点 性能我们留到下期 好好说 轨道具最频繁的操作就是启动下压和推行 GKT18V-52GC的安全开关是前推回弹式 与下压结构和启停开关机械锁定连动 启停开关完全释放后又能立即恢复锁定 极大程度的规避了误操作带来的危险 从底部可以看到很厚实的扭转弹簧 不装电池时的下压阻力还是很明显的 装上安核8.0A电池的下压阻力就会小很多 即使是大尺寸切割 双手正常握持 稍加实力 前推和下压两个动作就能轻松稳定的保持 主副手柄包胶处理来提升握持舒适性 副手柄更是夸张的全包胶处理加防脱手设计 轨道是保障轨道具高精度切割的灵魂 而博士在轨道上放了个大招 他不但能用博士的专用轨道 还能用有伤的轨道 可以看到底板上有宽窄两个轨道 哦对了 你需要拆掉这个才能用宽轨道 所以你要是有友商的轨道 还能省一个轨道钱 是不是很良心 不过我更推荐博士的原厂轨道 它可是细节满满 比如别家都没有 甚至需要高价购买的管线保护器 它还给配了两个 而且它的两端也没有滑动死驱 别小看这个东西 连接吸尘器推行作业时 锋利的边缘很容易磨损吸尘软管 和右线工具的线纜 这一强条注意到了吧 它是轨道拼接器 也能完美的嵌入轨道 不影响轨道具的滑动 用的时候先拧松椭圆螺母 去掉保护器 滑出来对其中线 然后另外一端装上轨道 再拧紧四颗螺母 简单几步就固定好了 非常的牢固 轨道采用了窄导轨的设计 6毫米厚 142毫米宽 压边条是软材质的 背面呢 有两条防滑条 它们三个是带凹槽的嵌入式连接 这边这个槽 是装F夹用的 和轨道具间的松紧调节是通过着前后两个锁定滑块完成的 调节效率也很高 推到前面推不动 再往后面调一格 就能达到一个最顺畅的松紧度了 想保障高精度切割 切割深度调节和倾斜角度调节也是很重要的 切割深度支持快速调节 长按这个红色按钮滑动滑块 箭头对准所需竖直松开 锁定深度最小1毫米的调节量 它是通过限定下压行程来限定切割深度的 要特别注意的是 它标注的尺寸是包含轨道的有轨切割深度 如果不使用轨道的话 需要再增加上轨道6毫米的厚度才是无轨的切割深度 遗憾的是它不支持微调 而倾斜角度的范围是-1至47度 需要拧松前面和后面两颗螺母 调节箭头至锁区直 拧紧锁定角度 0到45度是可以直接调节的 而-1度需要在0度的地方 按下这个红色的锁定按钮 它就会自动降至-1度 而45到47度需要长按红色锁定按钮 才能调节到 基尘对于轨道距也是非常重要的 基尘口可以360度旋转 有六个线位角度 直连吸尘器 当然能获得最好的击尘效果 不过也给配了个三角击尘带 直接怼上去就能用 击尘带尾部带拉链 能完成快速的轻道 手绳直接勾到接口处 能压缩收纳体积 GKT18V-52GC 用的是直径140毫米的圆锯片 孔径是20毫米 标配的是一张42尺锂电工具 专用的木材锯片 机器的最大垂直切割深度是52毫米 最大45度斜切深度是32毫米 当然还是包含轨道的有轨切割深度 如果你使用有双的轨道 还得注意换算的数值 机身两侧还有最大切割深度 锯片前后切入位的标记 方便预判锯片位置 需要更换锯片的时候 我们拉起这个拉杆 解锁下压机身 咔的一声就能锁定位置 这时右侧就会露出固定螺栓 左侧取出六角扳手 长按红色按钮 就可以拆卸锯片了 换好锯片 按一下拉杆 它就会自动复位 很方便吧 启停开关是定速设计 不过可以通过交互面板来电子调速 GKD18V-52GC采用了低功耗免维护的无刷电机 提供了最高每分钟5500转的空载转速 和最低每分钟2800转的空载转速 转速由低到高分为六档 再加上ECU省电模式 6加1档的转速可调 具体各档位转速 如图所示 档位为网复式切换 作为博士的国内第一款轨道具 还是锂电无刷最顶级的特败系列工具 加之这两年的锂电木工新品 可以看得出博士已经开始注重国内的木工工具市场 听说明年会有大量的木工工具上市 你最期待哪一款呢 可以评论区留言 博士是会看的哦 希望博士的入局能给工友们带来更多选择和实惠 下期GKT18V-5GC的切割精度和续航测试 别错过 好了 我是巴哥 记得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